大家好,我是全新生活业务及训练发展顾问梁朱雅博士 大家好,我是全新生活讲师,我是姿琳 那姿琳啊,听说你的厨艺是非常的精湛 而且您本身呢,也担任全新生活的这个受证讲师很多年了 那一般人呢,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健康的食物都很难吃 那我想请问您啊,执行全新生活 我们就必须要放弃美食吗? 哦,当然是可以不用放弃美食了 我们当然可以享受美食 而且可以享受三只海味 其实全新生活呢,是借由低升糖饮食的方式来挑对的食物吃 那也可以吃到美食 那低升糖的食物通常富含非常多的营养素 那么吃越多能提升新陈代谢 我们也只要把握几个原则就能够兼顾美食与健康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影响升糖指数的因素有这些 那我来分几样跟大家说明 第一呢,食物中的淀粉如果越容易消化 则Gi值就越高 那比如说,稀饭的Gi值就比白饭还要高 那第二点呢,烹调的方式 快炒的Gi值呢,就比慢炖的食物还要低 那第三点呢,烹煮的食物 烹煮的时间越长,活化的程度就越高 那第四点,纤维脂含量越高的食物 升糖指数就越低 那么第五点呢,同时含有三大营养素的食物 其实升糖的指数通常都比之 含有糖类的食物还要低 那么我们只要遵循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很有智慧的选择健康的食物 那么我们可以聪明吃快乐享受健康 那所以今天呢,因为我本身是蔬食主义 所以为大家准备了几样 适合我们决心生活的美食 那而且这些呢,都是很适合外食的 比如说像这个海苔包蔬菜 那比如说呢,像这个海苔包五穀饭再包蔬菜 那还有呢,干煎的豆腐 这个都是像这样的多样式多种类的菜色 都是非常适合 那么如果是荤食主义呢 它这个白豆腐的部分 它也可以转换成像鸡肉 像鱼肉这些优质蛋白质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所以只要掌握这样的原则 全生活就可以吃外食 而且可以吃到美食 所以呢,大家一起来执行全新生活